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他去世之前16年 日本第一代著名影星 松井须墨子也因为同样的原因 写下三封遗书 再到剧房上表自杀 此时离他心爱的男人 因西班牙流感去世 不过两个月 那个年代 日本很流行新剧 也就是后来的话剧 须墨子则成名作 是一补生的玩偶之家 在剧中 他喊出了比起妻子和母亲 我首先是个人的时代强音 让当时的女子女激动不已 他前排左二 是文艺协会成员 著名作家屏内逍遥 前排左四面是他时说 这个女人毫无性感之处 唯一的长处是身体粗壮 整个人看上去相当清淡 一炮而红之后 舞台导演岛村鲍月前排左三惊呼 日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演艺部 生戏剧的女演员了 后来 须墨子和岛村鲍月陷入热恋之中 但他们的恋行从一开始 就是不道德且不被看好的 鲍月左是岛村家的续养子 七家比较有势力 实现他文艺理想的前 多是七家提的 他俩曾在树下约会 十位老婆带人抓住 据茂驴美英大政艺书中记载 鲍月当时就跪了 而须墨子则说要以死谢罪 遭受各界严厉批评后 他们被门归严厉的文艺协会扫地出门 评内逍遥本以为可以 再培养出像须墨子一样的女演员 结果未能成功 文艺协会不得不解散 两人与其他人组建了艺术剧团 到处演出 这是在中国东北左派 前为须墨子 又一为抱怨 两人始终处在风暴中心 除了恋情 记者们还对须墨子的身世 及演技说三到四 说他是个小地方来的村女 怎么好意思登上大舞台之类 又说他的都是肉体技艺 实际上须墨子家势并不低 曾做过城主外婆家还出了中架 走红之后 梁姐才知道他当的演员 他们觉得很吊架 跟他断绝了关系 在扑重家里以及对恋人思念之下 1919年1月5日 他在道具屋字役 第二排左午 为须墨子 其又为抱怨他的遗书 请求与抱怨葬在一起 但当时抱怨并未离婚 因此已被葬入其家的墓园 须墨子死后 仍有很多报纸对他各种指责 大正义书中称师位编师文学 只有著名女作家品种雷鸟如此写道 他的死 让他完成了一场美丽的恋情 他的死 让他可以永久活在梦想的世界 本图为须墨子在抱怨灵前本文图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主持人精役